第四十二回 中书令 上一回咱们说到 沃昆台死了 这是1241年 其实 波斯人的历史中是说 沃昆台是死于酗酒 但我觉得 沃昆台是死于血栓 是正常死亡 沃昆台死得很突然 虽然他有过 让孙子 老三的儿子继位的说法 但是没有诏书 现在皇帝突然就死了 按照蒙古的习俗 可汗死了 没有交代谁监国 那就是老婆监国 直到蒙古大会 选出新的可汗 于是贵游他妈 成了蒙古的监国 耶律储才 虽然现在还是中书令 但基本上不管事 皇帝一死 现在朝中主要管事的 就是回族官吏和基督教的官吏 这些人当时就掐起来 一派脑子灵活的 现在都站在监国的太后一边 脑子比较死型的 现在都站在死去的皇帝那一边 大家现在就掰着不清 到底该谁继位 太后说了是贵游应该继位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听说 皇帝说有要别人继位的想法 要怎么说有的 大臣脑子太死板呢 就有人说了 我听见了 皇帝说过让孙子继位 那就找人来问问 大家就想起耶律储才了 他跟着皇帝身边这么多年 问问他这事 结果耶律储才说了 说什么 说应该是孙子继位 据说当时把太后气得 脸色煞白 耶律储才 这就算是彻底的 没有付出的机会 耶律储才得罪了太后 随后的事情 你可想而知 史书上记载了几条 耶律储才的功绩 什么反抗宁臣 什么不怕死的提建议 但你仔细看 这些话都说了白说 中书令这个官还坐着呢 但没人听了 虽然耶律储才 摆出一副不怕死的样子 可是太后说了 找不到杀他的理由 你杀也不是 想寻死 那也得够资格 1243年 耶律储才 死在任上 到死 都是中书令 此后 在拔都的反对下 整整四年 整整四年 贵游都没能当上皇帝 贵游最后当选为皇帝 是因为拔都最后选择了中立 又选择了中立 因为此时 蒙古已经乱到家了 再没有一个皇帝 这蒙古就要散摊子了 甚至出现了 东道诸王 要联合推举 成吉思汗的小弟弟 当皇帝的事情 贵游在这种情况下 才当了皇帝 按理说 贵游当皇帝 是拔都放了他一马 是吧 贵游应该领情 可贵游确实是个 脑子古怪的人 他上台第一件事情 就是发动西征 是讨伐拔都 可出征不久 贵游就死在了半道 病死 哎呀 贵游是够倒霉的 是吧 等了一辈子当这个皇帝 好不容易死了弟弟 盼死了爸爸 又害死了叔公 好不容易当了皇帝 说出口恶气吧 结果呢 结果还死在了半道 这个冤呢 没辙 这个世界上啊 其实是你的 就是你的 你敢都敢不走 不是你的呀 你千万别惦记 从后来看 窝国台对子女的教育 很不成功 因为什么呢 因为贵游一死 窝国台的儿子和孙子们 就大成一锅粥 他们的这些下作的表演 让蒙古人对这个家族 彻底寒心 就在这个时候 拔都提出 让老四托雷的长子蒙哥 担任新皇帝 于是这个皇帝的位子 转了一圈 最终又回到 托雷家族的手里 以后的故事叫什么 叫新蒙古四子 你不得不佩服 蒙古人精力旺盛 新蒙古四子 就是托雷的四个儿子 老大蒙哥 老二忽必烈 老三叙烈主 老四是阿里布格 这哥四个 他们的故事 咱们要是开讲 那还得再讲四十集 得了 耶律主才的故事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累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 我们就讲到这里 明天还有一个小尾巴 好吗 有功夫 好吗 有功夫 那么 你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老三叙烈主